Hello 大家好 今次就和大家分享一个韩风小小的夏日妆容 用的化妆品都会用韩国牌子3CE 首先我就用韩国大热的Milk Cream 相信大家网上都见过去不少的钟影 擦出来真的连味都像牛奶和蜆白 擦的时候可以擦颗的位置 第二步我就用了霜头笔的绿色那边遮面上泛红的地方 然后再用另一边做遮瑕 做完一个类似修正的步骤就可以印CC Cushion 这款CC Cushion 不算厚 但coverage不错的 比较润身一点 就做到韩国的水润肌的感觉 而且它也挺香的 如果想要多些coverage 可以在面上上多层遮瑕 今次可以做到highlight和contour highlight的位置我会在鼻梁、眉骨、拳骨上一点 或者是上唇中间位置 而阴影就可以在面边、拳骨下一点的位置和做回背影 画完就可以用手指慢慢印开 打好底部就可以用水粉顶好它们了 去到眉的部分 今次就玩第二样东西 用现在很流行像瘦礼笔那样去画 你们可能会留意到 我还没画的时候 眉好像有点点颜色 因为它就算卸妆都可以stay幾天 画效果有点像别人飘了眉的感觉 喜欢或者想保持这个效果 其实可以天天慢慢地飘 认真真是省不少滑眉的时间 到眼妆 今次可以用比较红一点的颜色 首先可以用它闪粉红色做第一层 可以慢慢飘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然后就用第二格在眼头和眼尾掃一点 尤其那一格可以掃多一点在眼尾做中间前面的颜色 最后可以拿个小一点的掃去掃最深的颜色 来回掃在眼尾打横V字的位置和下眼尾 眼线可以画幼一点 角度可以拉长和向下随一点 又是比较喜欢会在下眼尾画假的眼睫毛 的圆眼睫毛可以掃上Mascara 韩色眼妆有点少得我蚕蚕位呢 用刚刚highlight那支笔 画在眼头去到眼肚位置 是不是马上寒了不少呢 胭脂我就用过双色混合了粉红和橙的颜色 慢慢地转着素上去 轻轻地拉去鼻的位置 会好像有太阳的感觉 唇妆方面我就会用了一个浅粉的唇笔打底 这颜色我觉得就这样塗已经很好看 不过韩妆就因为都流行咬唇妆 所以就会用多一颜色去迎合那个感觉 用心去一道的颜色在中间塗一层就可以了 最后可以用一个浅粉润的唇膏在面上定好它们 和做融合的效果 它的形状是三角形 所以我觉得都挺好擦 耶!那这个妆就完成了 希望你们都会喜欢我今次的分享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和订阅 我会很快再见到你们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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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